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铸剑 不露锋芒 盼陛下不可轻视 马苏 你押韵粮草是假 替孔明送信才是真吧 陛下一语道破 臣懂身之前 丞相是数也不能美 总是为君情而忧虑 孔明在忧虑什么呢 丞相自己也说不清楚 据臣猜测 他还是担忧陆迅 孔明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陆迅沿袭习兵法多年 十年铸剑 不露锋芒 敞从山沿袭习兵守 Baş 你歇息几日 集会成都 帮我传话给孔明 就说此时 乃法武关键之意 我们只可进 不可退 只能胜 不能败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军令 还有 让孔明多备些粮草军械 待秋粮时 运至萧婷前线 遵命 好像十一一 槡攻 〈述郑回珠奶昆〉 哎呀 爹 一下 叫 长包 好 末将在 五天过去了 为什么还没有供下抛护斋 吴军抵抗身为顽强 我军日夜攻打 敌 死战不退 好 朕在给你增兵两万 三日之内能否拿下 末将 必定死战 好 朕在问你 能否供下敌寨 你难道没有胆气直说吗 毕陛下 各营将士疲惫不堪 吴军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末将定会死战 但没有毕生的把握 你还是不是张义德的儿子 你还是不是我的侄儿 如果你没有毕生的把握 就直说 朕令换人 陛下 三日内我定攻下敌战 如不胜 甘当军伐 好 拿执笔 立军令状 禀陛下 我义兄三日内连续重杀十二次 身上也有五处战胜 末将想 如果连他都 无法攻克跑虎债的话 那别人 恐怕就更难攻上去吧 传命 各营彻自山下 修整两日 之后 令座布置 再战再攻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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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眼下 吴军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必会鼓足于勇 拼死一搏 看来 看来 朕要改变战法了 陛下的意思是 将那吴军诱出深寨来打 传命 休整之后 各营都需派出老弱兵马 他 日日到债下交阵 如其主积其将 帝君有五十余债 必由那一债首将安奈不忠 出债迎战 只要他出来 国军便可称虚拱债 只要拱破三五个债 便会前动帝君所有营盘 不许可称虚拱债 到那时 我在全军出击 定会大功告成 陛下圣明 退下 不许可称虚拱债 大都督 蜀军败退了 什么时候 半个时辰之前 蜀军连续苦战终于不治 开始全面败退 连尸体都来不及抬走啊 大都督 敌人损伤惨重 未尽寸谱 我看不如抓住有力战机 请一支精兵杀至山下 狠狠地击他一下 如果才能夺占几座敌盘 赶他三十里外 那就更好了 你们不许出击 你们听着 没有本都督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出击 为着 军法从事 大都督 我军毕竟兵少 蜀军兵多 若不乘胜而追 以扣咬死他 一旦蜀军缓过气来 我们再战 恐怕会损失得更多 你们只管坚守就是了 本都督有一支援兵 正向这里赶来 应该快到了吧 门军 东吴哪还有可用之兵啊 我说了是东吴之兵了吗 我说的是时辰一道 三十万精兵从天而降 算 算了 你们也不要再问了 总之一句话 没有本都督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出击 这是本都督的严令 遵命 你 这日子 你们听着 敢跟爷们斩三百合吗 不敢了吧 那孙全二次就应该倒过来呀 全村 吴军全都是孙子 咱们为这帮孙子 赶一会儿 来 救出 孙子 孙子 来 来 来 这奶奶奶 给我召集两千假事 随我出击 砍了那帮畜生 将军 大嘟嘟有令 不可出击 你没看到那帮畜生 在骂我们的主公吗 兄弟们 听说有个败疆叫傅君 还是全村的内地呢 是可人 孰不可人 我非杀了他们不可 姜可 你可信我不能去啊 大嘟嘟如果怪罪下来 那 什么大嘟嘟 闪开 打我这死 将军 将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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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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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看斗 快 随我杀回寨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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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你看 蜀军已经把寨子夺去了 快朝跑虎寨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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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驾 三天前 就在这里 你还记得本都督跟你说过什么吗 都督下令 不许出斩 不许出斩 你违令出击 千栋左右各营 蜀军欲削半月都不能前进寸步 你这贸然一击 就让我们丢失了四座营寨 传令 押出傅军 兵前正发 诺 大都督 傅将军虽然有过失 可蜀军的生生辱骂实在是不堪入耳啊 再说 他毕竟是 他毕竟是主公的内帝 对吗 不错 我是主公内帝 我也是为了主公不受那些畜生辱骂 我才出债杀敌的 陆逊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你还不快去计价 陆逊 你还不快去计价 陆逊 大都督 大都督 还是接驾吧 陆逊 乖乖去接驾吧 拉出去斩了 准备 陆逊 你 陆逊 你 陆逊 陆逊 大都督 陆逊 陆逊 拜见主公 拜见主公 伯爷 快快请起 谢主公 伯爷 当了几个月的大都督 瘦了不少啊 姑 想念你们 趁巡查荆州之际 可以弯过来寇军 走 进账说话 快就这一千千千千千万岁 了 就这一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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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sea 别看不懂 你做什么 快 呀 being 请 列位将士 与五倍敌军周旋两月有余 使敌寸不能进 大错留被骄狂之气 大斩我东吴之军威 故 焚之之后 喜不自禁哪 多谢主公厚爱 这些赏赐 应该全部分给三军将士 只是 末将非但不该领赏 还请主公赐罪 为何 末将将父郡 斩首正法了 说实话 顾在锦园门的时候 看见父郡的头颅了 还请主俩 为何 孙伯 你也不想 以这一日 肯定是 不如今 不如今 您 彻底 hire 如果陆迅贪恩妄罚 不斩傅俊的话 那过不了多久 我孙权的人头 就会被刘备斩下 挂在戒业的城楼上 主公 陆迅 你不是不要赏赐吗 好 我再交给你另外一些东西 来呀 抬上来 走 来 陆萱 这是你既然大都督以来 所有朝中老臣 要替换你的奏章 今天 我把他一并交给你 好 主公 我陆迅发誓 一定会还主公一把火 一把天崩地裂的胜利之火 陛下 细作探报 陆迅斩了擅自出战的傅俊之后 治下严令 吴君便兼臂不出 拒绝而守 现在 无论我不将士怎么叫骂 吴君再也不肯出来接战了 陆迅 自然是惧怕吴君 但孙权 不会容他一位必战的 更何况 他凡是要变求 建页城里面的文武老臣 启荣他一败再败 他们定会弹劾陆迅 逼他出战 这鲁勋 是在等待战机呀 禀陛下 我军久居战地 水堵不适 眼下天已入暑 酷热难当 军营中水源也已干涸了 将什么不得不取污水为食 致使疫病流行 臣昨日前去营中视察 看到前少士兵染病甚多 石亭中竟然病到三亭 臣想 可否让三军轮番退入紫规城中 让将士们休整计时日 等秋后再继续出展 你们都有此意 将士们如能休整一下 定然会精神倍增 斗志更胜 朕久经沙场 深知用兵之道 此时此刻 兵马若后退半步 士气便泄了 如果你们觉得枯术难当 那么吴军定然也会觉得枯术难当 都在熬 就看谁熬得过谁 传命 三军断不可退 只需把营寨 迁入山林茂盛处 依稀半水驻扎 待秋凉时并力尽并 遵命 陛下 眼下战局已成胶着之事 臣可否把双方迎债 化成图本 送成丞相遗愿 看看丞相有无两策 莫非朕不支兵吗 书信图本相送 来往太过繁琐 不必了 古人云兼听则明 偏听则爱 陛下乃圣君也 定能博彩重伤 好 你再去阵营 将敌我阵势 画成四至八道图本 前往西川问问孔明 如有不变之处 速来报我 臣 领旨 大多多 蜀军不带酷暑 都已在林中扎营了 总横数百里 共有四十余团 查清楚了吗 是部份移营 还是全军移营 末将看清楚了 蜀军全部移营 就连刘备的中军龙障 也已进入林中 看来 他们是想在丘梁后作战 书军必败了 书军必败了 大路 两个月前 我跟诸位将军说 我会有三十万大军 从天而降 你们不信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的三十万大军已经到了 好 好 已经到了 是 是 你们不必懂张希罗 我所指的三十万大军 就是现在的酷蜀 疫病和瘴气 入府以来 蜀军中十亭已然病倒了三亭 即便未病者也是士气低落 蜀军耗损如此 岂不等于是上天 赐给我们三十万大军吗 是 七十万蜀军 转眼之间 就变成七十万条病虫了呀 何止是病虫啊 六位将军 请看眼前这片山里 他就像是 一只堆满干柴的火炉子 只需要一把火 六位和他的七十万大军 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大冬冬 你说是用火宫 正是 昔日周瑜赤壁一把火 烧得曹操片甲不留 我们今日之火 要烧得比赤壁之火更加猛烈 定是刘备和他的七十万大军 灰飞烟灭 火大军 火大军 已移营加将 横七百余里 扎住四十余屯 接一袭棒剑 距于林木茂盛之处 怎么了 丞相 是何人哪 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债啊 此人不是祸害 便是奸贼 当力斩此人哪 这这 丞相啊 关于夷营的事 全是陛下胜意独断 绝无他人所谋啊 陛下必败 我朝元气休矣啊 为何 包园习祖处结营渣宅 自古乃兵家搭计 陆迅如用火功 如何解救啊 你看 朱营所在 处处山林茂密 我七十万大军都进了林子 虽可遮蔽枯术 但容易引发大火呀 再者 岂有联营七百里可拒敌的吗 这一旦火起 七百里联营 就是七百里的火喷呐 我明白了 陆勋为何坚守不住 正是为此啊 马良 你星夜返回萧廷觐见陛下 告诉他立刻转移空旷处 持者 断然无久 好 丞相 你说 从成都到萧廷再快 也需要很多日啊 万一已经发生不测 可如何是好啊 担心得是啊 说不定此时此刻 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要真是这样 我们二十多年积攒的兵马 就要毁于一旦了 马良你听着 待你赶到萧廷时 如果吴军已经破影 你和将领们护着陛下 今往川东白地成壁呢 那里地势险峻 粮草足备 可保陛下无余 程相 万一 吴军追杀不舍 不妨 我在于复谱一带 布下十万复军 陆勋断不敢追杀 我来成都 路过于复谱 那里是空空如也 未曾见到任何伏兵啊 不当有事自然没有 当有事自然会有 不必多问了 行夜返回萧廷去吧 好 我这就出发 陛下啊 陛下啊 盼你能躲过此劫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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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陛下 陛下 快起来用药吧 陛下 冬菜马上还太医来 太医 太医里看过了 朕也知道 朕是朕年少时得的顾忌 是好是坏 无量药可疑 无量药可疑 陛下 请用吧 你给朕听着 朕的病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如果走漏了风声 朕 朕不舍 奴才明白 臣司马仪请求见驾 陛下口谕 请司马大人入见 仲达啊 何事啊 静儿连朕上朝都等不及了 禀陛下 我军少计以萧廷前线探知 法无属军 酷属难耐 全部移入山林中驻扎 全部移入山林中驻扎 纵横七百余里扎营四十余吨 这又如何啊 这是败兵之兆啊 禀陛下 是败兵的 刘备败王在即了 为何啊 宝愿习险出屯兵 乃兵家大计 二者 岂有纵横七百余里距地的 其三 酷属当头 林木亦然 陆寻若用火攻 刘备死无葬神之地 偿堂 记得当初 在刘备东征之初 你曾经断言 说陆迅 绝不是刘备的对手 此意 蜀君必胜 吾君必败 这是臣的失误 当时臣见刘备清国出军 是不可当 臣万万没料到 陆迅竟然会有这般阴谋 他数月间屡屡败战 继而坚守不战 原来这是他的交兵之急 其目的 就是要等待刘备 施老兵僻 最后予以致命一己 臣昏庸断食 误导了陛下 臣请罪 罢了 罢了 不止是你小看了陆迅 朕当初也以为 刘备必胜嘛 你现在的情形 吴军大败蜀军之后 该当如何呢 要求你 你这不就 不就 不就 你这不就 你这不就 我这不就 你这不就 自于臣二十万军 待陆寻大军西撤后 臣率军断气后 挥师直取清香 如不胜 臣甘当军发 仲大 你想亲自率军征服 臣毕生最大的信愿 就是能为陛下沙场建功 先生啊 你们要出席 我只能为陛下沙场建功 那你能够进行 要出席 那你能够进行 如果能够进行 你能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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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进行 你能够进行 这是一只 我能够进行 要不进行 帮助朕运筹为卧呀 至于领军出征等事 还是交给违将者去吧 敢问陛下何意 朕议 拜曹仁为大将军 率军十万 出如虚 曹修为左将军 率军五万 出洞口 曹真为右将军 率军五万 出南郡 三军接奉曹仁之号令 你看如何呀 陛下圣端 臣遵旨 宗弹 华太阳太阳了 华太阳太阳太阳了 孤军 蜀军必胜 谁想到区区陆逊 竟能战败刘备 刘备东中之初兵士滔天 当时满朝文武 甚至包括陛下 都相信刘备必胜 岂止是父亲判断失误了 意味深长之初就在这儿啊 你好生想想 陛下为何不责备别人 反而偏偏降罪于我呢 陛下是有意贬持父亲 不错 我入牧多年 为陛下屡剑功勋 虽然位居高位 可我在朝中却是一言九鼎 这 这何意见得 此等权威 岂不遭人记恨 尤其是曹氏清贵们 对我不放心哪 父亲最痛苦的 不是遭陛下责备 而是陛下始终提防着父亲哪 这 这何意见得 我向陛下请命要率军出征 陛下当面拒绝不说 反而派曹修曹仁曹真率军出征 他们都是曹氏清贵 明白了吗 陛下不允许我长兵 明白了吗 而立刻 秘主 氏族宗人及各处门生亲信 从现在起 反再朝为官者 勿须今小申危 切不可一事弄权 但在外 致血为力行伤者 绝不可妄逆朝政 不错 应该这样 我儿大有长进哪 在外面 我想 ingle 扶 antioxidants 瑶瞎 奴婢熬了碗羹 你吃一些吧 净说 这手艺越来越精道了 老爷若是喜欢 以后 奴婢经常熬给老爷吃 奴婢退下了 不必 就坐这儿吧 都是自家人 靖叔啊 记住 今后我和昭儿说话 你不必回避 昭儿 接着说 开春连月降雨 冲坏了老家族分前的季道 好 综人来信 说要重建分灵 想请父亲逆写一道纪文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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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